大家好,跟大家聊聊这个张玉环案 现在呢,我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张玉环案的就是一个发展的脉络吧 我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是在我们国内的百度上边咱们查到的 就是在7月9号张玉环故意杀人案,再审开庭了 出庭检察官建议改判为无罪 那么8月4号将江西高院再审改判张玉环无罪了 那无罪之后呢,张玉环说要撤销原有判决 律师称可以申请700万的国家赔偿 那么江西省8月4号江西高院负责人也向这个张玉环赔礼刀洽子 认为我们当时判错了,你这个是一个原案 那么同时张玉环也接受了这个道歉 并且8月6号张玉环还说了一句说26年呢 他不是一句道歉就能够解决的 并且说什么呢 说他在就是被审讯呢 期间曾经遭受了六天六夜的这个刑讯逼宫 这就应该是26年前的一个事呗 26年前遭受了六天六夜的一个审讯 刑讯逼宫啊 8月7号律师又主张了 说可以申请到约458万的赔偿 这个我想这么说啊 这个张玉环还表示说是张玉环曾在就是狱中啊 有两次自杀 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啊 就这个张玉环事件 他这个赔说可以赔458万 我觉得特别少 我觉得这个458万并不能抚平一个人 将近27年的一个缘狱 他应该是做了20 有说是26年老的 有说是27年的 那咱们就以26年吧 因为这是国内报的嘛 那咱们就说26年老 我认为这400多万块钱弥补不了一个人 做了26年的园狱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认为这个赔偿过敌 大家可以想一个人在失去了自由的情况下 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了 他在外边工作这26年 一年就挣个五六万 是不是你这么多年 他也有了两百来万呢 那你就赔多赔一辈一辈 人家还遭过罪 就赔400多万就能解决了 我觉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对吧 由于他在监狱当中 他也会做工啊 就是劳动啊 他也会有他的一个付出 那么你就赔偿这点 我觉得真的 真的太少了 如果律师说400多万的话 我认为还应该继续讲 我觉得赔1000万2000万 乃至5000万 我觉得都不为过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可以更好的 让后边的审判 或者是给国家一个警钟 不要再出现这种冤假错案了 我想这么说 每每一个冤假错案的发现之后 就会所有的人呢 包括媒体啊 都会跳出来说 当年是刑讯逼供 当年是不对的 相关负责人要追责 有这个那个的 就所有的就开始 就一面倒的开始 说这个张玉环来说是 多么的可怜啊 要为这些平民老百姓做主啊 要为这个农民做主啊 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想说一下 你早干什么了 孩子死来奶的有用吗 现在啊 一个是这个赔偿做好 一个是他的养老问题 就是这些医疗各方面的善后问题 一定要做好 再有一个 大家可以想一想 他在狱种啊 反复的申诉 应该申诉了是 据就是相关的报道吧 申诉了应该有二十几次 那基本上每年申诉一次了 并且还两度自杀 这足以说明他的冤屈和委屈 为什么到迟迟了 一个迟到的正义 二十六年后 才被无罪释放呢 我真的不知道 难道你发现新的证据了吗 我真的不理解啊 他怎么能 能二十六年之后 才这个给他宣传 无罪释放呢 你当时既然承认 他有寻衅逼供的这个情节 那么这个一案就给重审了 你既然驱打成招的 你就不可能说 再去进行官押了 那怎么还能够出现二十六年后才承认这个事呢 这个我真的不了解 这个司法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而且我在这个网上也看到了很多这种案件 包括还有一些正在深远的 没有像这个张玉环这么幸运为他平反的 咱们国家会证据 包括呼格案的这么多年 这个冤假错案的比比皆是 这个是不是也应该从梗上来进行一下治理啊 有的时候你看西方的三权分立为什么好呢 因为立法权和执法权 还有监督权三权是分立的 那么作为法院是一种监督部门 对吧 他是属于一个裁判 那么他们之间要不分 就是不分开 那怎么 那你说执法的 行政的 执法的 比如说公安部门 公检法如果是一家的话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对一个平民老百姓 是一个多么大的 多么恐怖的一个事情 就会造成这种张玉环的冤家村 所以我真的希望这个司法呀 真的应该是三权分立 这种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人性化的 而不是说采取那种 宁可挫杀一钱不放过一个 这种想法 应该采取什么 我宁可挫放了一钱 我也不愿望一个 这才是一种人道的体现 才是一种人道精神 或者是说应该一个文明世界 应该具有的一种审理的 或者是办案的一个程序 我发现了这个节目一出来以后 张玉环这个案子 所有的节目都出了 什么白烟悚啊 这些什么各大卫视媒体 纷纷镜像报道啊 可下怕这个案件呢 被冷落了 那我想说 你早干什么去了 在这个人深渊的过程当中 你为什么不能替他发声呢 我这个正想问问你这些媒体 当这个案件给发了以后 就开始了 一顿知识啊 一顿说叫好啊 一顿欢呼啊 这司法又进步了 你早干什么去了 那么多现在还有在申诉的人 你为什么不替他们发发声呢 你这个舆论 为什么不替他发发声呢 就那个今日头条 我都不爱说他 那个抖音被禁了 活该 我跟你说 我还想聊一聊这个抖音 这个被禁那个事 那个今日头条 哪有一点媒体的良知啊 对吧 那完全是一个 我说句实话 完全是一个受政府主导的 一个小伙 我就想这么说 那你直接明天改成人民日报就完事了 你何必叫一个 你何必叫他们今日头条呢 还长一个是民营企业 你这不让人家禁你 谁禁你啊 对不对 你什么时候 我想问一下 今日头条什么时候 被这些 就是冤家川发声的 都是这些事出来之后来发声 对吧 而且有的一些提批评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在 就比如说我吧 在今日头条上发表一下 个人的意见 呼吁一下 为这些贫 贫弱的老百姓 呼吁一下 全给我删了 而且有的时候 我指出中国人的一些不足 也都给我删了 我就说了一本书的读后感 也给我删了 我的视频 所有的视频都下架了 你有没有一个做 那个自媒体的 不是自媒体啊 今日头条 应该是一个媒体 你有没有一点的良知 你的TikTok 就是那个抖音 海外版的 被禁了 活该 我认为非常好 我非常的开心 就是你作为一个 这么没有骨气的一个媒体 你在中国赚了这么多的老百姓的钱 真的 我真的觉得你这种企业就应该倒闭 我说句实话 太缺德了 你根本你都没有一点社会的良知 你发展的壮大之后 你永远都怕惹事 对吧 所有的这 中国这个一些企业 有的怕惹事的 以那个好看视频是最怕惹事的 其次 这金石头条也跟好看一样 包括评论类的 以后基本上都快不样化了 好看视频是什么呢 只要是你评论类的 你想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个人看法 不好使 好看视频不给发 那么咱们再说回了 回头说这个金石头条 金石头条现在也是 不断的打压 不给流量 不让别人看到 让你这个内循环致死 就是跟你这些粉丝的 就就就就完事的 有多少算多少 也不给推荐 也不让更多的人看到 帮这些弱势群体进行发声 对吧 还有别的 你包括那个B站也一样 一个德性 你说这哪有一个正常的媒体吧 哪有一个能够起到监督作用的媒体 我跟你说 就是这些媒体 你报道这些事件 你就什么张玉环案呢 你现在这么劲劲的人 那不就是因为让你说的吗 那不让你说的时候 你怎么不敢报呢 你有没有做一个媒体的良心 你去报一报 你去管理管理 那么多呢 有很多 如果有一家媒体说敢报这种 说关于这个冤假冲案上访的事件 有很多人都会找到你 你那活都接不过来 我跟你说 你说张玉环这是个案吗 包括呼格张玉环 这都多少个了 对吧 你不信你百度一下 你看那冤假冲案 就现在已经翻案了 有多少个了 那还会有陆陆续续的 那些没有被平反的 或者是认为 那个审判不拱的那些人 所以说你发现没 大家没发现 你既然老是存在这种问题 改了犯犯了改 改了再犯犯了再改 那么就证明什么 现在的制度有问题 那为什么一而再 再而三的改 还改不了 那为什么老避免不了 你同一个错误 如果你有新问题了 可以 我可以原谅你 咱们马上就改 立法或者是监督 为什么 一个问题反复反 呼格张玉环 这个环 那个环 这个格 那个格 我还有几个 我叫不上来名 我要百度 我能给你百度好多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还不值得反思吗 还不值得反省 所以说那些既得利益者 维护这个制度的人 踹着明白双糊涂的人 你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道德和良知 你真的应该让你当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你应该为这些弱势群体发生 为他们的未来 或者是为他们的生活的疾苦而发生 而不仅仅是你锦衣玉食 吃着鸡腿 喝着啤酒 倡导什么主旋律 有这个好 那个好 有什么用 你们有没有一点良知 如果你吃着鸡腿 喝着啤酒 小日子过得不错 你不知省了 我认为吧 你还有点人味 就是你吃着鸡腿 喝着啤酒 还去攻击这些 就是要翻盘的人 就是由于冤家错案 在审诉的人 这个就有点恶心了吧 现在确实 我看到了有一些那个律师 就是这样的人 这就是这些没有道德的一个律师 真的特别的恶心 所以说呢 真的希望 真的希望越来会越好 这个言论呢 能够更加的代替 弱势者的声音 这个话语权呢 能更多的便宜到弱势群体当中 把这种冤家错案避免掉就可以了 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罪存无的话 这么审判 你可能会放掉坏人 你有可能会放掉坏人 但是你绝对冤枉不了一个好人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